第二 美國蓮花旨意 問的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弟子想請師佛慈悲開示 如何修正無我 真和弟子明白了無我之後 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靈一步一步一腳印 修到無我 在八轰催來之時 因以核心態對峙 請師佛慈悲開示 弟子一心頂禮師佛 這個 我們講《金剛經》裡面就提到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則相 這四個記 這是四個記 《金剛經》裡面很重要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則相 這五我相 如何去修正無我 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靈一步一腳印 修到無我 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靈一步一腳印 修到無我 如何在生活中 如何從靈一步一腳印 修到無我 他問的問題 是很大的問題 是大問題 一般來講 很難做到 很難 每一個人大部分都是 有我直 有我 有你 有他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巴風吹來之時 因以何心態對峙 我告訴你 我不能跟你講很多 因為今天晚上還要繼續講《金剛經》 我在第287本書 287本書 我286正在 快要出版了吧 下禮拜 11月15號 286會出版 11月15號 286會出版《靈異事件》 那是書名叫《靈異事件》 287我剛剛是 昨天完成 昨天學好 我裡面有寫了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則相 我都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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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講起來 無我 我在這個《金剛經》裡面也提到很多了 那287呢 就是小語與小詩 小語與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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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多多支持 正和播葉障 老師 這個是師尊的 免費的廣告 明白 無我之後 身 佛中 如何 從 靈 一步一腳印 修到無我 大風吹來的時候 因你和心態對峙 不用對峙 我告訴你 不用去對峙 對峙就是有我 有我 有我 有他 才要對峙 不用對峙 所謂如我 就把自己當成 死了 你死了 還有我嗎 大風吹來的時候 死人還會起來抗爭嗎 人家讚揚你的時候 你已經死了 你還會歡喜嗎 還是熱的跳起來嗎 人家誹謗你的時候啊 你還心動嗎 還要想要抗爭嗎 巴風吹過來 死人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不會從墳墓裡面再爬出來 除非明天萬聖節 沒有了嗎 常常把這個死啊 放在自己的心上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你就想 我已經死了 還理那麼多幹什麼 今天最大的遺憾 就是師尊沒有打瞌睡 我從來不理大家的 為什麼不理大家啊 我上法座我就是要睡覺 我在西雅圖雷藏室我上法座就睡了 管你怎麼看我不看我 我這樣打瞌 我還想說我要蓋棉被 還拜託給我一個枕頭 這個法座弄大一點我可以躺下來 我就是把自己當成沒有 就是這個就是無我了 我管你看我是什麼 我要睡就睡 只是我今天沒有睡 為什麼 因為下午睡太多了 睡得太超過了 我本來要醒過來 怎麼搞的還是那麼喜歡睡 你就繼續睡吧 已經醒過來三四次了 結果還是躺下來 最後我勉強爬起來 洗一把臉還沒有醒 連穿褲子 連穿 穿褲子 那個腳都穿錯另外一腳 這個就是無所謂 我告訴你 先邪無所謂 無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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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所謂無所謂根 無所謂已經接進了道 無所謂無所謂已經接進了道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無所謂無所謂 就已經接近了到 就已經近道了 所以修行人 沒有よう甚麼 叫做脾氣的 甚麼發脾氣 花笔记你已经有我了 你花笔记就已经有我了 就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花火 那是环夫俗子 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有缓音 就环夫俗子 无所谓 所以呢 如何从灵一脚印的修到无我 常常想说自己已经死了 但是你还是不是想死了就永远死了 你就不做事了 开玩笑你脱懒 不行 学佛就是要精进 照样你要精进的修行 静静的对人很恭敬 照样你要布施 要做慈善 照样这样 善的照样做 恶的不做 不是无恶不做 心中还有火器的人注意 把自己当成死人 什么都无所谓 这个才是拔轰吹不动 讲一句诽谤的话 明马上发火 讲一句赞扬的话 明马上又火起来 我不对 这是凡夫俗子 我们修行人 只是修到不动 不动是什么 死了就不动了 这八风吹来的时候 因野和心态对峙 你已经没有心了 还要用什么心去对峙 死了就没心了 不用对峙 随他去 这样有了解吗 回答美国年发几亿 所问的 周末常常讲 管他的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管他的 随意啦 庆菜啦 怎样都没得快 所以我常常讲了一句话 生活中 是心了 是忘了 是死了 是绝呢 跟我无关 跟我无关 所以人家问我 你对生活中将来有什么期望啊 那些记者啊 你将来对生活中有什么期望啊 你的四大志业啊 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归将来 还没有到 到了再说 就算到了 怎么样就怎么样 会不会啊 会不会 要协着一点 无所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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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